它的夏天版有出現在 電影阿甘正傳裡面 中間這件它是 B-Mais很有名的一件外套 因為它有貓王 當時有左右過同款 好 這樣我就麻煩小樂幫我翻一首 好 看我穿起來 沒問題 過人的 變作不一樣 好 小蘭好 好不容易喔 你幫我翻一首什麼 那外面幫我給你那些什麼 我 要來個自拍 嘿 我 我喜歡自拍 不管在哪裡都行 我喜歡自拍 就故意偷偷入鏡 我喜歡自拍 如果我們謀無從心 我喜歡自拍 來一起自拍 我喜歡自拍 無論是任何舞台 帶著我的器材 各位好朋友 我是立法委員林俊憲 現在台南 過去喔 現在台南都是 照我們各好朋友 來找我們台南 好吃的點心 不過呢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好朋友 來敲碗 所以台南除了 好吃的以外 有沒有好玩的 那我今天 我就來到這個地方 這裡的巷弄 其實各位應該覺得很熟悉 在台南市鬧區 中正路的巷弄內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一個 最近年輕人 非常夯的 叫做古卓 現在古山的 南新的設計 這樣混合以後 有三星什麼不一樣的氣味 也有很多 來啦 年輕人 現在他們已經在 做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創意 一段時間了 我今天特別來看看 也算開開眼界啦 我們來學習說 現在年輕的文化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好朋友 今晚周圍來看看 台南除了好吃以外 還有很好玩的地方 來 你好 啊 你好 年輕人 老闆你好 你好 各位好朋友 這就是這間店 這間古卓店的老闆 叫 小樂 小樂 欸 可以讓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年輕人的這種 這種流行創意 真是不得了 一樓就是賣一些 比較偏美式的一些配件 你看這個 像早期的老副章 喔 這個啦 八張 這個啦 這批副章是90年代到2000年之間的 我們還有一些選貨 比較屬於現在的東西 古著啦 古著山的意思 有真正是古著 我們把它收起來 有的是現代做的 大家做到有那個防骨的 做到像古著的起味道 這個包包這是什麼包包 蘇聯軍 這蘇聯軍對你用的 黃圖面具 黃圖面具包啦 這是幾年 1980年代 1980年代 冷戰時代 含著叫你拿來 所以我們店來的每一個東西 我們小樂的老闆 都會把夏宜的年代 還有1.3東西 這非常有特色 你要拿到這種產品 也很辛苦喔 就是不會 不會很容易 常常大量有 對 就是慢慢找 緣分啦 其實就是算防骨的 防骨的喔 他早期老的是在這邊 這個是真的早期的東西 芝加哥白襪對耶 沒錯 既然你都找得到 喔 這史丹佛大學的校隊 哇 所以 因為小樂要開車店喔 特別 找到我們 台南中正路的航空來 喔 可以開樓上嗎 可以可以 小心走 所以小樂的在樓 都是寶貝 是嗎 我看這三個都很久的喔 這件它是 它的夏天版有出現在 電影阿甘正傳裡面 喔這是軍衣的外套嗎 對對對 這一竿都是軍裝 卡吉米財啦 這是匈牙利喔 這是匈牙利的軍服 在差不多一區百空年代啦 裡面這件也蠻老的 它是30到40年代 這是那個 瑞典 瑞典 瑞典軍工作服 這一區三空年 一區四空年 好 這樣我就麻煩小樂幫我翻一頓 好 看我穿起來喔 有問題 各位人的變得不一樣 好 好 好 各位好朋友 還是我 一樣是我 立保元 林俊憲 是不是不一樣 不是 先鋪這條喔 就是小樂老闆幫我挑的 對 對 原來這個叫骨骯喔 這件褲子是1980年代 美國的海軍褲 它的特色是它的下擺 會不收編 不收編 讓當時這個人的身高 去決定要怎麼改它的長度 然後 皮帶的話是我們請 台南一個 做皮件蠻厲害的一個職人 他幫我們仿造 大概八九零年代 西部當時的皮帶 上衣的話 因為我覺得 因為現在夏天 就幫他配合一個 比較雷鷹材質 冰絲材質的一件襯衫 那色調我覺得很搭 是不是 氣味都不一樣 啊 這就是年輕人玩的骨骯 不過在台南 我覺得味道特別富 對 你來這裡附近的 這個行李裡面走一走 就是不一樣的台南 外面喔 車水馬龍 啊 行李裡面都有報復 嗯 我們小樂的骨骯店 也就是在這裡 對 大家可以來逛 對啊 好 好不容易喔 你幫我搶一支衣服 那外面幫我給你那些 齁 今天一定要齁 好的 來拍幾張過妝的拍片 嘿 來個自拍 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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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自拍 不管在哪裡都行 我喜歡自拍 就故意偷偷入鏡 我喜歡自拍 如果我們謀無從心 我喜歡自拍 來一起自拍 我喜歡自拍 無論是任何舞台 帶著我的器材 隨時拿來 把他炫耀 看我拍得多屌 所有人都入鏡 沒有漏掉 一起笑 笑 不要一直你演 有的話 再給我來一遍 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來到我們小樂的Games 這叫做白目 白目11 對 白目11 這是 現在年輕人很厲害的Vintage 就是骨酌店 沒錯 這輸就是了 這輸就是骨酌 網友大家來看看 我穿這樣是 變得老天 都變得年輕 哈哈 好了 今天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不會 小樂老闆 來 我們在這地方 幫我們介紹那麼多美好的東西 至於有多美好 你要自己來看 才會知道 非常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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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太難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 那幾件也是蠻厲害的 真的啊 你說哪幾件的牛仔衣 左邊的是1930後期 哎呀 一張三碰 一代外套 中間這件它是 Device很有名的一件外套 因為它有貓王 當時有著用過同款 哦 這兩件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它在國外的拍賣價格 起跳就大概是六到七萬 像左邊那件比較貴的話 大概會在十幾到二十萬 這夠錢嗎 沒有 以前有講話一套十幾萬 對 拍賣價格 啊這有哪買賣 有哪買賣 有在賣 但是目前 對捨不得賣 老闆 捨不得賣